请预船开立 桃园巴德区大勇士地重划区工程 在15号下午举行了开工动土典礼 以中华电信园区为主的14公顷重划区 将结合监狱站来设置住宅区 产业专区 以及2公顷志宏公园 还有2公顷的学校预定地 并重新规划道路来连接附近的旧社区 预计花费3亿期欠多万元 在2024年底完工 期盼借此促进小大南地区发展 今天是巴德中华电信大勇士地重划区的开工 这个占地有14公顷 将来完成后会有两个公园合计2公顷 另外会取得一个2公顷的国中小的用地 同时也会完成包括5公顷的产专区 包括部分的住宅区的重划 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研发中心 其中巴德无线送信所 过期的无线电台将会保留下来 那么这个送信所是被文资审议委员会列为历史文化资产 所以我们加以保留 那将来中华电信可以利用5公顷的产业专区 可以发展研发中心 云端服务等等 那这里距离小大南站 G05站只有200公尺 会是一个很棒的生活圈 那么预定在两年左右把这个重划区完成 那这个重划案我要特别谢谢赵振宇 郑运鹏两位委员 因为中华电信的负担的比例比较高 会负担45%的这个公社 那因此我们特别透过两位委员 拜托中华电信跟交通部 可以成全地方的发展 配合重划 我们地震局会全力以赴 探望已久的重划案终于要开工 也让民众十分开心 当天现场也涌入许多人朝前来了解 贵处重划区周围的里长们也都乐见其成 并提出对后续重划的期待 我们中华电信大勇四地重划区 终于在市长郑文贊先生的主持之下 终于开工了 这是我们住在大勇里的每一位乡亲的期待 希望在两年以内完成之后 有大虎国小 有大勇国中 还有东西向南北向的道路水路都可以贯穿 社区的接受路一段399向的道路也可以拓宽 相信未来在我们大勇里来讲 这个生活机能绝对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未来希望在这个大勇四地重划区 赶快来做一个关怀祭典 一个厨房等等活动中心的设备 非常完全 因为在这个关怀祭典 虽然我没有房子很简陋的来为里民服务 我们也服务十几年了 另外我们百年社区不要极力争取 不管是地上地下的停车场 我一定要促成政府把它尽快的完成 让解决我们老旧社区的情特问题 瓜我们也希望在大勇重划区里面设立派出所 让我们整个这个区域的警力的配置 能重新做一个规划 因为巴德区的人口数已经跳升到22万多 这边重划区再增加下去 整个未来的治安需要大家多努力 另外重划区周围的大正大福里 地上也反映希望能尽快完成 大福国小和大勇国小的土地重划 满足当地社区增长的就学需求 桃源市长周文燦也说明了情况 预计会在后年来动工 大福大正包括大宏那个区块 希望以后大福国小能尽快的来完成 让我们这个区域的小朋友 不需要过接收录 跟大勇国小可以重新的做一个调整 那另外在我们三个学校用地的重划案 我们也会预定在后年来动工 也会取得另外一个大福国小的学校用地 那让小大南地区有两个学校用地可以取得 大勇市地重划区不仅邻近 简余绿县居05车站 也保留了历史建筑八块无线送信所 并将设置兼具防洪功能的公园 以及高中职学校 加上陈专区 是否希望未来能打造当地成为巴德的新核心 也提升生活品质 记得刘雨婷的航运报导